就說883就這樣喊,不知道是喊什麼,是否有人派息 另外就他說,俄羅斯就說被德國用歐元買油 他說油價這轉升完美 但是其實俄羅斯最新又想用勞布,總之油價昨晚又升了 你怎麼看油價的走勢,還有883的股價究竟見定沒有? 好,謝謝這個投資者的提問,那對於油價來看的話 我自己預期在烏克蘭戰事還是比較膠軸的情況之下 我自己預期油價再大幅向下回調,我覺得機會就不是特別大的 那除非真的戰爭停止,或者說大家已經簽署一個和平協議 不過暫時來看的話,我相信以未來一兩個星期來看 我想取得相關進展的機會,我自己就覺得不是特別大的 但是對於中海油來說,現在的部署策略應該是怎樣呢? 但是我們見到他剛剛公布了業績 那暫時股價就比較遠一點 那我自己覺得,前期我曾經對中海油看法 就是短線可以關注,但是長線的入市時機就還未到 那來到這一刻來說的話,我自己覺得 如果短線來說的話,我覺得中海油 短線向下,我想機會都更大,因為始終在業績公佈完之後 我想市場原先對他相對業績比較理想的衝勁 都全部已經是兌現了 再加上油價,其實近期就雖然還是維持在高位 但是就未必有一個很強勁的上升勢頭 如果對一些短線投資者來說的話 我建議當股價回落到10元的位置 相對短線的靜負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第二,如果是對一些長線投資者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中海油前期公佈了未來三年的營運計劃 以及他的排息政策 我自己認為這個排息政策和這個營運計劃 對於長線投資者來說是吸引的 但是只不過現在以他的股價差不多約11元這個水平來說 我又覺得長線去拿,以這個位置買的話 就未必會太過吸引 如果是長線投資者的話 我會建議股價如果有機會回到9個半樓下 甚至乎約9元那些位置 我才是覺得相對比較長線去拿的一個時機 所以短線來說的話 先看看他有沒有機會回到10元邊的水平 如果是長線來說的話 明天有沒有機會回到9個半以下 才值得大家再考慮長線持有